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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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台车的话 经理个人是比较不建议 这台车改短弹簧 你想想看 它馒头这么长 然后车高再放下来 其实它作动的行程 所剩不多 那所剩不多的前提之下 如果改了短弹簧 它会压缩的更多 所以它有可能会贴着馒头在跑 所以这台车 其实可以问看看车友们 如果改了短弹簧之后的一个乘坐感觉 是不是都不胜理想 那原因就是因为 它的后面的行程 所剩的空间有限 那其实也有其他的改法 比如说我们改了短弹簧之后 把这个缓冲的馒头 把它切一半掉 这个也是一个可以 因应短弹簧的一个改法 但是比较不建议 因为这台车 通常改短弹簧 只是为了视觉效果 后来都还会再花一次钱 换一整套像这样 高低可调 然后软硬也能调整的 所以会是一个 只是一个初阶的改装品而已 后来都还会再多花一次钱 倒不如一次就把它升级成 套装式的避震器 好那这个是后方的避震器 那后方的弹簧 其实长度蛮长的 它的原长的公斤数 没有很高 所以它是会做一个预载的动作 那改了KT之后 前方的弹簧公斤数 是配置7公斤 后方的话配置6公斤 前方的弹簧 一样是我们在影片中常见的 灯笼状的弹簧 灯笼状的弹簧 会比较舒适 会比较舒适 那后方的弹簧的话 是230长 6公斤的规格 就这台车所专用的一个规格 我们看一下 它现在装上去的样子 这个摆币的位置 像MQB的话 它的摆币位置在这里 所以它的长度会比较长 而且它的MQB的下支点 下面的固定点是在支币的这里 所以它的整体长度 做得比较长一点点 它TNGA的 它的固定点 在比较靠近支点的地方 所以这里的长度 会做得比较短一点点 所以它的阻尼 也会比一般在后方的 还要来得强一点点 但是以这样的悬吊系统 它的原厂的阻尼设定 还是偏向舒适为主 KT的话 会比原厂大概多了 40-50%左右的阻尼指 后方的弹簧 跟Hilo-Key的装法 如果有技师 刚好需要参考影片的话 它的弹簧在这里 下方会有一个调整机构 上方的橡皮是要沿用的 下方的橡皮 也需要沿用原厂的 所以上方橡皮 跟下方橡皮 都是沿用原厂的 那这台车有一个状况 就是它后方属于一个 多连杆的悬吊系统 所以后面的车高 如果降幅比较多的话 后轮的Camper角度 会变得比较趴 那它原厂可以调整角度吗 可以 在这个支币的内侧这里 这里有一个偏心的螺丝 可以调整它后轮 不是后轮的Camper角度 是后轮的竖角 那在调整竖角的同时 Camper也会稍微改变 可是它改变的幅度不够 所以就会改装这支 仰角调整器 这支仰角调整器 它是没有办法调整的 所以如果降幅比较多的话 就改这支仰角调整器 就能校正后轮Camper的角度 让它达到不会吃太的程度 所以如果车高降幅比较多的话 这台车就建议要改装仰角调整器 在RAV4的车上的话 因为降幅通常比这个更多 所以RAV4的话几乎都是必备的 除非你的降幅一点点而已 那就可以不装 好那在上面的部分的话 这个是后面上部调整机构 软硬度的话是从这个地方来做调整 那这个银色的基座 这个是原厂的后上座 后上座的话是需要沿用原厂的 那基本上这台的安装的话 是就一个重点 后方弹簧的一个长度 不要去过度的压缩 如果RAV4 5代的话 因为弹簧配置的公斤数比较轻一点点 可能会做一个适时的压缩 但这台车的话 6公斤的话 不建议做弹簧的预载 好我们来介绍前面咯 好前方这一个弹簧 就是一个大旋径的 200长7公斤的规格 那油管固定架 这里 ABS感应线的固定扣具 这边都是一个符合原厂的位置 然后车高的调整的话 前方比较简单一点点 只要把它的整体的长度拉长 车高就会变高 那如果要降低的话 就把它缩短 理窄串的话 就沿用原厂的 不需要再改短的理窄串 或改可调式的 不用再另外花钱 如果原厂的理窄串坏掉 也直接用原厂的规格 就可以做态换了 那前方的话 在KT的设计上 还有一点比较特别的 就是这个上方的固定孔径 跟原厂不同 原厂是做正圆孔 所以原厂的话 抓上去CAMBER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调整的 只能从这个方向机动感来调整竖角而已 可是KT的话 在这个地方上方的话会做一个椭圆孔 所以椭圆孔的话就能 微调前轮CAMBER的角度 那这个在安装完毕 试车完毕 在定位的时候 就会做一下校正 所以KT的前轮 也是可以微幅做一个CAMBER的改变 那避震器的上座在这个地方 需要把这个试板稍微拆开之后 才能看得到 拆得到避震器的上部 那这台12代的 Artis的话 还有一个有电款的 有电款的我们之前好像有介绍过 这台车 这台不是有电的 那如果啦 车友们在选择避震器的时候 经常会问说 KT或是其他品牌 在Artis的板上 啥会这么问嘛 那经理的推荐通常都是会建议啦 所以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来先试试看看 那避震器的比较 在板上询问的话 也不太客观 因为每个车主 所需要的感觉 可能有的是很热血 他想要改一改 是能够下赛道 是能够去跑山路的 那有的车主是觉得 他因为是曾在家人的时候 后座的乘客觉得会晕车 所以希望啊 车子改装之后 能够稳定一点点 但是也不希望太过于适应 所以每个车主想要的需求 不太一样 那经理都会推荐 我们在北中南啊 分别都有经销据点 可以提供实车试乘 来体验看看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 试乘试车 应该是比较一个客观的比较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 车主们有想要试乘 可以跟我们小编联络 北中南都有 那如果有刚刚遗漏 介绍的地方 也可以实讯我们小编 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 只有有人跟你打招呼 是昨天那个立渠 哦 了解了解 好 那就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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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